您好,我是张天书,在读书、紫栏目为您朗读各种名著,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您的支持,我们将更努力为您朗读好书。 今天我为大家朗读的是,进出新加坡监狱,即近年来在中国的异端并赴体无常识。 本书是作者七年前出版的自传,进出中组部,简称前者、许篇,分上卷、下卷及附录三部分。 本视频包含该书章节,下、绝,今年在中国的异端及当局的管制。 上一份视频提到,与维持绿卡,离美不能超过半年。 我一月中离美,若七月初回美,即使不到半年,数学极差的美国边境官员只会简单的七减一等于六,误会我离美六个月,避遇麻烦。 我最决定,二十四日这六月最后的周末返美,中美亲友接送飞机,接不堵车。 六月的二十几天就特忙了,几乎每天都有活动,有时一天两三场。 二十三日夜,九至十二时,朱家明家。 刚才的践行,所以安排在我赴美前晚,就是因为只有家明二十二日才从任教的台湾回国。 但是,她下午参加区块链研讨会,不料晚上继续并且她是主角,故未能参加践行晚餐。 她让参加践行的妻子柳红请我到他们家宵夜。 1989年后,我与朱在法国与美国经常见面,但她离开美国赴欧亚研究任教后,多年未见。 这一晚,我们再离开祖国三十年,在北京,在她家,新世纪的首次重逢,兴奋,亲切,温馨。 当然,货赠作品必不可少,一本桌作换的三册学术大作,赚了。 2018年6月24日十五时,飞离中国北京赴美国纽约。 第四届,下半年各类异端活动。 2.9敌美月余见众异议人士。 2018年6月24日,我在中国以五个半月,为遵从911号绿卡者李美,不得超过半年的严格规定,必须返美。 出镜行李不开箱检查,我携带了两箱每本成本不足20美元的桌作赴美,以赠送去年未满足的朋友。 美国中文书店售价超过40美元,若在小城市还不易购买。 先敌美东,在纽约长岛,会见了明镜媒体集团和平总裁,陈小平总编辑,高法林总主比,向三小总好友表示歉意,因与中方有不再建筑媒体的约定,不能如约继续再接受明镜电视台访谈。 当然,我们也必然进行了不公发表的中国时局研讨。 在明镜电视台现场观看了刘建国《天安门事件》是抗命的38军徐勤先军长的司机的访谈节目,并参加了和平。 陈小平与刘的参会,进一步了解徐军长的情况。 随后,在纽约市与中国民主党主席王君涛博士商讨海外民运发展及中国和平转型问题,与律师李静静博士商议国内朋友移民美国事宜并转交有关资料。 在曼哈顿中称,应邀参加华人企业家的欢迎聚餐,他们并非异议人士,却也认同著作,其中几位回国后成为朋友过从甚密。 依每次到美东惯例,在纽约东驻长岛和平下,在纽约西驻普林斯顿逢盛平下,在新泽西仙富城小农,何清莲夫妻的家宴,获赠他们何主新作《中国》《窥而不崩》,并尊主带给国内朋友几册。 后付张伯树家宴,李伟东作陪,获赠他们主编的《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的最近几期。 期间,王君涛专门到冯家,与我继续深入长谈。 我还赴华盛顿会见公民力量组织负责人杨建立博士,真诚感谢他对著作和彼人的极高谬讲,相见上章。 抱歉去年婉拒他与韩联朝约我剑班农的邀请。 杨志立美国上层,特别是国会关注支持中国的民主事业,他们即将迁入的新办公室,不经十分钟,挤抵国会。 杨邀请我参加其研究所,化名一可。 我兼具,表示回国定居后,只关心和参与国内事务,祝他的民主事业顺利。 在华盛顿还宴请了贾浩教授,打谢他27年前把我的中文成名作翻译成英文在他的杂志上发表,让李光耀发现后请我到新加坡发展。 他赠送贾义宾百年人生,我才得知其父是从蒋经国的知友爱将到与国民党决裂,领导加星起义者。 贾浩经常到中国讲学,此后我们在国内也见面。 7月3日,与杨恒军一起拜访黎安友。 进出中组部中,提到我离开新加坡后,使黎安友请我到哥伦比亚大学工作。 前列宪手术后的黎在家中接待我们,他先脱衣展示手术伤口,后在电脑上播放手术过程的视频。 老外真开放。 黎感谢我去年计赠卓作,并高度评价值,说解答了中共顽强性的问题。 他建议我请香港朋友金钟的白人太太翻译桌作,出英文版。 我已回中国定居为游儿婉拒。 其实还有一个考虑,为写作出版现在这本续集新作减少障碍。 杨恒均在国内嗜好称民主小贩粉丝百万,移居美东以代购为也。 我戏称他代购大贩,同访黎安友时,杨向我索要桌作。 次日杨思信我,谢谢此大作。 正如鸡似渴的阅读,你理性的思考,我非常赞同。 可惜,如兄这种内外皆知的理性大家太少了,并发来他独桌作的照片。 八月我回国后,彼此微信不断。 十月十七日重阳节,中午为抱同,姚坚负,蒋燕永祝寿,下逢紫阳诞辰,下午带众人去富强胡同紫阳家中灵堂。 告杨恒均此事并发照片,杨一口气给了我十七个赞。 我回复我们的心事相通的,和你一样观点,荣幸之志。 他最后的微信是,严怀兄圣诞节快乐。 我答,姚柱,平安夜平安。 圣诞节圣明。 半个月后,听说杨诗莲,我私信问候吴回音,成为绝问。 随后,北京国安局宣布以间谍罪拘留他。 我向其律师,我的好友莫绍平和尚保军了解案情和杨身体近况。 2019年8月,中国官媒宣布,以涉嫌间谍罪对澳大利亚籍杨军、杨恒均执行逮捕。 直到2024年2月,中国官媒突然宣布对杨恒均已经判决死刑,缓刑两年。 7月中,回美国户口所在地,我的田纳西朋友家、体检、处理财务等苏乌乌。 上半年运到国内的签册桌座已发送900。 我此次带几十次来美,面赠和寄赠所书朋友。 在美最后之时,再向香港订购签册,弄到北京。 感谢各位的关注,敬请期待,下一期。 第四节,下半年各类异端活动。 2.10倡议解除胡安刚的职务。 2.10倡议解除胡安刚的职务。